各地的對高雄的刻板印象 我們節目特別 就是慶問很多人 那第一個印象就是高雄市左轉 是啊 不只都奧子啦 直接啦 貿易是愛河 第三一定說台義 有沒有 多少啦 我覺得說台義很漂亮也很好聽 對 清澈啦 四大人也都跟你們教 對不對 處理也都在說 這貿易啦 貿易說得正常吧 這真正我做活動 廠商會要求我如果在南部 一定要會講台語 是啊 你怎麼可以說 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 所以一定要說台義 你不說台義他會說 你不說台義我們高雄這段 可能不要請你 你說陪著 不知道說我們劉江戒 平常是親民朋友在說而已 那合適有時候 在上課也都說台義 這樣喔 台北九時 你那個中山台下課 有的課也要說台義 那副校長出來的帝術 不要說台義 這有資訊 我說實在 那副校還有辦法說台義 這個圍結婚 三角 韓首 用那個台義和英語也不錯 好 還有什麼呢 六合夜市 是單單漢堡 單單漢堡 因為呱呱 南單單 對啊 再來都去加水站買水喝 現在還要這樣 多少有啦 現在也是 平動也是 有啦 他們的水比較不會喝力 對不對 比較沒那麼嚴重了 沒有像我小時候那個時候 小時候高雄山多 那個加水站多 洗車 洗車多 還有另外一個山多就是那個 超速多 大家都直接敲水 那問最佳伴手禮是什麼 高雄啊 最佳伴手禮是什麼 答不出來的一定是高雄人 都沒出來啊 剛才說因為高雄 高雄的東西 我想說高雄是一個多元民族 聚合在一起的一個城市 真的 高雄人充滿了 因為天氣的關係 充滿了熱情 我們有剛才聽說 我們說中情中意 來跟高雄就是中分泌 對不對 高雄人不是說這樣而已 高雄人是說 因為中朋友也都說這樣 愛鄉 愛土 在檢查還要女兒 對不對 是這樣 但是高雄人有時候也中感情 中情中意 不是中分泌 就是阿母在煮的口味 母親節就講這個 你看多有感情 比方說愛鄉 愛土 愛女兒 起一遍啦 起一遍 對啊 這樣跟母親節的時候 就該做愛鄉 愛土 在檢查還要家人 我們家的那個女兒 你看